一场大雨过后啊 当地的这个曙光救援队的队员们 在沙滩上巡逻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了紧急的求助声 正值暑假 下午一场大雨过后 厦门市同安区和吉美区交界的海岸边 仍有不少游客逗留 曙光救援队的志愿者们 正在紧急劝导游客靠岸 因为退朝回流就要来了 外运的游客往回游 即将下雨了 现在正值退朝期间 很危险 我们在海岸线会设好几个岗位 沿海岸我们有巡逻人员 觉得预防是最好的救援 我们是在做正常的海岸巡护 当时是刚下完暴雨 电伞雷币下完暴雨的 游客已经被我们欠上岸了 眼看游客疏散得差不多 刚刚回到岗位准备休息的志愿者们 却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了紧急的求助 所有人已经签上岸过后 有几名小伙就 绕开了我们执行人员的视线 狮子又下到海里 他的朋友就跑上岸 告诉我们他有名伙伴下水不见了 我们当时也懵了 我们也愣住了 但是我们第一时间生命第一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冲到下面去 就已经没有发现落水者了 人命关天 听到溺水者已经消失 水域救援教练陈斌 带着SOS救生资格证的队员们 立刻上车冲向事发海滩 他们赶路的时候 在车上就换好了救生衣这些设备 一下车就冲向海边 当时正处于平潮阶段 是退潮 那个地方是 它是一个断层 后来我们探测一下水深 当时的水深有四米 就是在退潮的情况下 还有四米 说明那个地方很深 溺水者是跟同伴一块下水的 一名大学生 消失在十多米外的海面上 他们的同学惊慌失措 距离发现人不见了 也就过去了两分钟 他们一时间也不确定 溺水者到底是在哪失踪的 只能指出一个大概的方位 望着不断翻涌的海面 沉冰带人直接先冲进去 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 四分钟之后 脑细胞就发生不可能的死亡 我自己也是一名大学生 又因为自己加入曙光 学了这么多技能 然后没想到 真的用在对的地方了 冲下去的一瞬间 我自己充满了动力 因为我面对的是生命 我不敢就是说犹豫 海上已经起了风 潮水一浪一浪向岸边涌动 水下更可以说是暗流汹涌 曙光救援队的志愿者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路冲到溺水者消失的区域 开始了搜救 当时风量挺大的 我们往外游了确实是很费劲 而且是穿着重型救生衣 还要穿着救生衣下雪 是非常的困难的 一开始我们所有队员 全部攻击师下水 那在水下按照目击者的指定的位置 我们进行团收 那发现那个地方很声音 脚都探不到地方了 新闲的海水夹杂着泥沙 水下能见度非常差 这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麻烦 这场搜救是现实版的大海捞针 已经过去了五分钟 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发现那个地方 没有任何的水泡之类的 手啊脚啊一起在水底下动 看水底下有没有物体 没想到没有收到疑似的东西 第一轮搜寻没有找到人 它会不会已经被卷入到了更深的海中呢 海滩东侧就是外海了 如果真的被冲了进去 那可真就是大麻烦了 我搜了三次之后 我一上来又发现 对方的同伴在吵架 为什么 为什么吵架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位置不是他拧水下去的位置 叶狐平所说的这种Z字形救援方法 其实是他们的救援队员 并排在一定的水域之内 像梳子一样的来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可是现在通过这样的办法 他们一无所获 不过好在曙光救援队 其实平时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搜救方法 叫做环形救援法 也就是说以自己为中心 在一定的水域之内绕着圈的来游 那么这样就有最大的可能性 能找到那名溺水者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名溺水者消失的位置是不准确的 而且已经过了最佳救援的黄金四分钟 通过这样的环形搜救法 陈斌他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才能救到这名溺水者呢 听到他同伴在有争执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不要吵 最后一个人告诉我 最终看到他位置是在哪里 这时最后一位见过溺水者的同学 又指出了一个新的地点 在之前所搜寻的水域右侧十多米的地方 陈斌他们来不及喘口气 又冲到了海里 我们再次下水的时候 他已经溺水了很久了 然后我们救援的黄金四分钟 每多一秒就会出现脑死亡 的几率就会更大一点 所以说我们争分夺秒的去拯救他的生命 当时我在水里给陈斌做定位 根据目击者最后发现的范围内 打浮标作为搜寻范围 确保更快的能找到溺水者 由于这次指定的范围较小 吴国正在水面辅助 叶湖平从水中打浮漂 给技术最硬的陈斌来定位 没过多久 水中搜寻的陈斌 感觉碰到了什么东西 我的脚碰到他的肢体了 那这个时候我下一次就是 这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手过去抓住他的手 然后马上踢出水面 然后我后面有队友保护 我心处向后带上沙滩 打热人 听话 听话 帮我打热人 到达岸边 志愿者们立刻按程序展开急救 此时溺水者已经溺水超过八分钟 几乎是丧失了全部的生命体征 当时溺水者已经无呼吸 无意识的 无心跳的 我们绝对不会喚气一丝丝的希望 哪怕是十分钟以后 我们都会对他进行急救 在现场有六位AHA持症的急救员 然后包括国家救生员 都是有全部持症的 那对他进行急救 我们一直连续做了接近二十几分钟 我们四个队员轮流交替做 对他进行CPR 一直不抛击不喊气 他口腔已经开始分泌出血液出来 然后做了中途会有一些分泌物流出来 让我的同伴找来硬板 把溺水者放到硬板上做CPR 因为这样子他的效率会更高 在几位队员不断交替的救援下 溺水者竟然奇迹般的有了反应 我们看到已经吐水出来 我们觉得还有生还的希望 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 不放弃继续做胸外按压 陈斌等四人交替的进行胸外按压急救的同时 吴国正也已经在场地外接引120急救人员入内 救援无缝对接 120的急救人员赶到后确认溺水者恢复了微弱的生命体征 需要赶紧送往医院 此时经历了半个小时的搜救 曙光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已经可以说是体力靠近 在抬着担架往路边跑的时候 吴国正累得直接倒在了地上 当我跑到一百米处之后 我体能已经撑不下去了 腿已经发暖 当有一名兄弟接替我的时候 像断了电一样晕倒了过去 他扶着我 然后眼泪真的哗哗哗地流下来 他说你怎么哭了 终于就说能够把这一个担架 哪怕倒了下去 我都觉得心里都踏实了 好消息是经过医院的抢救 这名溺水者最终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 曙光救援队员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感到非常地欣喜 因为这三十分钟 我们在以死神赛跑 我们从死神手里挽回了一条生命 曙光救援队的志愿者们 其实就像他们这个队伍的名字一样 总是在危难时刻给人送去曙光 带来希望